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还不速速下载斗破苍蝇路过云蓝提升斗气 从今以后你是本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两个人 你所谓的是 Considered 这 别出声 琳瑞亚 这不是幻游猎人先前队队长 第一猎人雷欧利亚吗 楼下的是副队长索伦斯 他难道遗忘了本源世界吗 发现疑犯 别跑 快拦住他 站住 站住别跑 快追 他们就外跑了 快走 那些人一会儿肯定回来 回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 琉璃亚 这次你休想逃 居然是傀儡术 我们被骗了 小把戏 老大 不好了 一战失手了 又有王族出现了 什么 基恩王族 无奈多利王女寡妮沙 圣神在上 曼切斯特贼子还不速速退离 怎么又有王族出现了 应该是傻儡术 事实上 没了 不 你 不 你 寻着那真相 捣唤心中的热量 半月梦与现实的围墙 垂入一世戒身 愿灵魂被捆绑 混沌中决心了力量 你从来都很 前行陪我逆行而成 未来过去赌一场 让我选择不一样 梦越想象越广泛 明明竟然无法阻挡 让它绽放 让我们一起飞翔 为希望而重生的地方 这无限风光 是我们 它处的 信仰 也不知道那个琉璃啊 到底从曼切斯特偷了什么东西 居然惹上这么一拨人 幸好 王女瓦尼莎的联姻车队正巧路过 要不然 咱小镇可就惨喽 您的房间已为您准备完毕 也有其他需要 可随时叫我 谢谢 客房登记好了 用了我的名字 所以 琉璃亚 你为什么会被索仑斯追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 你干什么 别动 反应挺快 心理素质算你合格 你故意是我 鉴于你三十的人物等级 战斗能力可圈可点 就是缺乏实战经验 别误会 只是处理一下跟进来的小尾巴 那是什么 窥视之眼 曼切斯特人用来窃听的小把戏 是我大意了 现在就要求你用反侦查 的确难了定 毕竟 你和另外四个小鬼 才来这里不到三个月不是吗 你知道我们 你能和巴龙队长联系上 不然你以为 通关剧情解决危规人的方案 是哪里来的 这里可是龙潭虎穴 正式认识一下吧 我是先前队队长 雷欧丽亚 清空 欢迎归队 是 听说那些人是冲你来的 要截下你偷取的 曼切斯特的圣物 那些都是幌子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阻止我见到基因国王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样重要的东西 要交给基因国王 如果失败 这个世界所有的人 都将面临死亡威胁 什么 我谈话短说 四年前 我接到勇者大陆 紧急救援任务 时关数万名民众 情况紧急 于是 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 我集结了一支 最信任的精锐队伍 作为先前队 冒险来到这里探路 系统准备中 五 四 三 二 一 启动 其实那时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难免想到这里的情况 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你是指程序后台崩坏导致无法回到现实吗 还是 进入这里的人已全部被世界通话 全部通话 怎么会 一般情况下 通话是小概率自然事件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唤醒玩家神志 但在这个世界不一样 这里的通话是有人故意所为 谁 曼切斯特国王 安布洛斯 什么 最初的一年 我们分散世界各地 第二年才得以会合 这之后一直收获甚为 迟到一年前 从一个冒险者口中 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冒险者声称 在死亡后进入重生之路时 见到了混沌之地的守护者 先知亚拉斯 快回去吧 那边 那名冒险者 在即将走错方向的时候 被亚拉斯引导着 回到复活者队列中 只不过之后难以置信的是 先知亚拉斯 居然被黑暗里两所捕获 再之后 我们得失红月城堡轮行 我的两个队员 大力和蜥蜴 也牺牲了 我们一路追查 终于谈查到火炉堡深处 这一次 我们终于发现了勇者大陆真相 安布罗斯王捕获了先知亚拉斯 并用他的力量 囚禁了玩家的灵魂 蜥蜴和大力死之前 给我们留下了关键的信息 这让我们得以赶往火炉堡 雷神计谈 无应陛下召唤而来 是安布罗斯王 噓 别出声 他们要干什么 王 我将为您奉上第一份礼物 我将为您的灵魂 我将为您的灵魂 不能够 我将为您的灵魂 不够 我们要避免 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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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陛下所求 献上勇者灵魂的力量 很好 很好 你是说 那些玩家都还活着 你做什么 去雷神殿把他们救出来啊 凭你的力量 根本没法与他对抗 不是是怎么知道 我已经试过了 代价是一整个小队 我知道你妹妹的事 我知道你为救他而来 但是听我说 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事正是为了扳倒安布罗斯 也是为了困在这个世界的 全部玩家 必须要将这封仙之信送交给坚果 克劳迪亚 尼比尔 太队伤 抓到你们啊 换游猎人 好大的胆子 居然自己送上门来 队长 我掩护你 快走 不行 你走 我掩护你 走啊 你一个都走不掉 队长 队长 我被前后 先知姆拉 将我救出牢房 并引导我去见他 从他口中 我知道了安布罗斯的真面目 吴王安布罗斯已走入歧途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七次月圆之夜 就是恶龙重返人间 天节到来之时 为了天下苍生 去找基恩的国王吧 只有他 能阻止这一切 这就是他们 追杀你的原因 天节一旦开启 在这个世界的死亡 便等于真正的死亡 这封信 一定得送去天启城 基恩国王泰拉斯 会是我们最强的力量 我明白了 我跟你一起去 从曼泉斯特到基恩 这群混乱可是追了我 整整一个月 遇到你的确算是一个意外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全名我想听呢 不 秦控 你的声音 我怎会认不出来 好了 我休息片刻 出去的时候 帮我带上门 这一路 怕是不容易吧 溪翅 溪翅 大力 大力 大侠 你真是让我失望 索伦斯 你 你们 索伦斯 索伦斯 救救我 索伦斯 老大 那王女瓦尼莎 灭了咱们一战小镇里的全部兄弟啊 现在十字路口据点丢了 通缉的人也没抓到 如果让国王安布罗斯知道 会不会直接拿我们进巨灵石啊 还真是好有本事啊 索伦斯 陛下 我可以解释 四个月 你带着我三个团的不死勇士 居然让一个小小的金骑士 一路从火炉堡逃到了天气城 当初你要机会 我便给了你机会 还是说 你更愿意献出你的灵魂 陛下 都是那个人的错 那个雷欧利亚 他迷惑了我们 利用了基恩王族 基恩王族 怎么回事 我本已率兵将十字路口驿站完全控制 但 却接连遭遇基恩旌旗 与多利族王女 难道那人已与基恩国王取得了联系 不 请陛下放心 王族之人的出现 仅仅只是意外 行了 起来吧 基恩三个拥有王者之力的 你遇到了两个 以你的力量 的确无法与之抗衡 现在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可以用那个了 安布罗斯 我姐姐已经很虚弱了 不能再让她使用王者之力了 按我的剧本 她可还得用一次呢 演戏嘛 不真一点怎么骗过泰拉斯那个老狐狸 你说是吧 二王女殿下 大家放心 十字路口驿站已经安全了 我已经用王者之力 把曼妾斯特贼子尽数消灭 万尼莎大人 是送给我的吗 真好看 多利族的王女姐姐更好看 比 比所有的花都要好看 谢谢你 您会嫁给我们王吗 殿下与吾王是天作之和 有二位的守护 基恩定会国泰民安 是啊 是 是 请大家放心 贼人袭击驿战一事 已经通报天启城 来保护大家的军队很快就到 吾王定不会让昨日之事再度发生 她是多利族的王长女 瓦妮莎 也是多利族现任的王者之力继承人 这次她千里迢迢赶来王城 应该就是为了与基恩国王完婚 政治联姻 她和基恩国王的联姻 可是关乎国力的大事 有传言说 基恩国王决定融合二人之力 为基恩缔造一层更强的防护屏障 她的目的地与我们相同 有她的马车做掩护 我们应该能顺利到达天启城 咱们躲在这车里 真的没问题吗 一站到天启中间 是片一望无际的平原 相信我 这是我们能最快到达天启城的办法 都准备吧 出发了 殿下 要不咱们等经济大人来了再出发 时间剩的已经不多了 我 还不要紧 那群曼切斯特人会追过来吗 进攻一个准备充分的王族队伍 可是自杀行为 不过 他们应该会猜到 不会再次利用多利族王队 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杀 杀 我把先知之力借给你 雷欧利亚是哪个 是你 你 还是你 我们这儿 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雷欧利亚 笑话 你们说没有就没有啊 别废话了 全部杀光 一个也别留下 王者之力 快走吧殿下 二次神圣法力 你身体根本支撑不住啊 大家都还在外面 我不能 出来吧 雷欧利亚 又不在 满青斯特的走狗 荣火圣石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这分明是先知木拉的印记 你们 你们那个凤王安布罗斯 究竟对先知做了什么 你就是那个和亲的王女吧 哼 本来我今天的目标并不是你 不过仔细想着和亲的目的 可不就是和吴王作对吗 而如今 你又知道了吴王的秘密 所有阻挡吴王之人 都得死 修想碰电下一根寒魔 植草不要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啊 啊 啊 给了我力量 给了我生命 这样 我才不会像其他患游猎人一样 死无藏身之地 所以 你明知道他要开启天洁 却为了一己之私 网过伤万万之的精明 索兰斯 你可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别开玩笑 你当你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患游猎人吗 你给我看清楚 在这 索兰斯 只有强者才是一切 是什么力量 你给我听好了 这里也好 在本源世界也罢 有一件事情从未改变 那就是 我们从来都不曾是朋友 曼切斯特贼子 不要欺人太甚 你 何时积攒的王者之力 王者之力在此 给我 退下 原来 他们要抓的人是你们 对不起 罢了 只是 你们可有想过 以你们的身份 要如何才能见到基恩国王 泰拉斯陛下 我倒是可以用我的身份 将二位引荐给陛下 但 我有一个请求 您尽管说 可否请您以侍女的身份 伴我左右 做我这场旷室婚礼的替身 殿下 这 虽然很冒昧 但是这个要求 恐怕只有您能办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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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